看这个阵势 估计还要排队 你们说我吃个包子容易吗 你们看一下吃个包子容不容易啊 大青岛楼跑这么远还要排队 美食不想做 排雷我来做 大家我是说今天我又来了啊 今天早上我去吃一个包子啊 这个包子在合肥特别的出名 只要是合肥人啊 你只要提到他的名字 80%的合肥人基本上都知道 或者呢 你在合肥待过一段时间 你肯定也知道这家店 我说到这里肯定很多人很好奇啊 到底是哪家店 先卖个关子啊 咱们一会儿揭晓答案 现在是早上七点多钟 我们来到这个仁爱巷旁边这条红星路这里 今天我们打卡的这家老五鸡汤包子 看到这个招牌啊 相信很多合肥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看这个阵势估计还要排队 你们说我吃个包子容易吗 老板 你家的包子都是鸡汤做的 是吧 是的 为什么要想到用鸡汤做这个包子 鸡汤 鲜吗 鲜吗 对 所有的包子就是肉 馅 都是鸡汤 这个是小龙包 这个是小龙包 我以为是包子的 这两种馅 两种馅 我要在这里吃 你能不能够推荐哪一个出展的哪一种 那个招牌 招牌的哪一种 什么肉的 鲜肉 鲜肉的是吧 老板非常的忙啊 这一笼可以要蒸个十分钟 嗯 差不多 这是刚出锅的啊 生意确实好 老板不接受才好 算了 咱们就点点包子吃吧 你们看一下吃个包子容易不容易啊 大清早楼跑这么远 还要排队 不能说做无续极 至少有一半七成的人做满了 哦 这个鸡蛋现磕了 就冲一下 谢谢鸡蛋 这是什么汤 鸡汤吗 对呀 你家从包子到汤 汤汤都用鸡汤 一条龙 省得麻烦 这是我们点的包子啊 总共是八个 然后呢 这个个头比小龙包稍微大一点点 这种是荤的啊 死面的 这个是素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沙汤 沙汤是四块钱一碗 包子是一块五一个 看这个包子有没有汤汁什么的 汤汁在低啊 汤汁是在低啊 汤汁是在低啊 尝尝味着怎么样 不是这样喂我吧 嗯 喂你这个肉就吃了 那你这个肉 这个肥腥 这个肥腥 看上去怎么样 不是这样喂我吧 嗯 喂你 我们还没有这种关系 看上去 哈哈哈哈 好 吃吃吃 那好吃吗 有这个猪肉的香味 吃不出来大猪肉的味道 是吗 咸太高了 感觉没有放你多多了 对 然后说实验的 我再来一碗 你这是粉的 这是素的 真的 这个粉吗 里面有点蒸 但粉很多 哈哈哈 这个素的挺好的 嗯 但是今天有个有个特色 就是这个鸡蛋是 在那个上方里面鸡蛋是生的 四块钱一碗 价格不低 浓度还好 有这个鸡蛋 有这个木耳 啊 非常好吃 我喝完了 十碗十碗 盐味儿 稍微轻一点点 但是可能是没有放鸡精 我自己吃的 我自己啊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鸡精 这个沙汤很淡 我都有 我是完美人啊 我觉得稍微浓一点 再带点这个鸡精的味道 或者换点香油 香菜再会好 这也没有 哈哈哈 这包子 我虽然说我在减肥 但是我感觉跟吃这包子一样 小了 一块我一个啊 这个 价格是不贵 但是个头有点小 你看这个 应该不够吃的 吃这个 不够了 我们再吃 一定要吃在这个 比这个小的猫 大一点点 比小的猫大一点点 给你们看一下 一口一个 一口一个 哈哈哈 太小了 小钱 小 danger 大 Gel 声 神价 你说�味道怎么样 儿 吃十八里吧 我觉得这个包子还挺自然 downtown 包子呢 我觉得裤子 这个素肺包子 这个肉素肺包子还可以 这个 味道过得去 但是并不是说特别的出色 不差 但是没有那么完美总结啊 哈哈哈哈 稍微得便宜得也更好的 哈哈